《正頁三幅講記》 第四集 二 奉侍師長 第二句 奉侍師長 師長這就講到教育 師長的恩德和父母是相同的 不能孝親就不能敬師 所以這是第二層樓 師道是建立在校道的基礎上 父母關心子女 老師關心學生 沒有兩樣的 但是師道在今天已經衰微了 已經看不見了 在從前 古時候老師關心學生 決定超過他關心他的兒女 如果他關心兒女超過他的學生 社會上就要對他批評了 這個做老師的人有思心 沒有認真教導學生 他有偏心 你看 他教他的兒女疏乏了學生 這個在社會上會被輿論指責 所以從前的老師寧願自己的兒女不成棄 這個社會 人不會習慣他 學生有成就 這是他無限的光榮 得到社會大眾的尊敬 所以 做老師對於學生的愛護 比父母愛護而來 還要離得狠切 法在經上說 父母之恩是生我們的肉身 我們這個身體是得之於父母的 老師的恩德是生我們的法身為名 法身為名是得之於老師的 這是從前講師道 但是 現在師道看不到了 我們學了佛 我們到台中去拜老師 還是用鼓勵來拜 台中 來老師有一年 辦了一個內典研究班 他辦內典研究班 請了六個老師 他一個人教不到 沒有那麼多時間 請六個老師 我也是其中一個 李老師要請我們做老師 他代表學生家長 將我們這六個人請了上座 李老師在下面 一點公公敬敬散的拜三拜 我們也要受 受得很不自然 還是要受 禮不可以失 教那些學生跟著他後面 你想想 我们教学能够不认真吗 师徒建立在校徒的基础上 各位想想 不孝顺父母 怎么可能尊敬师长呢 师长是不是要你尊敬呢 不是的 尊敬师长是为了敬业 是为了敬学 对于自己学业尊重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尊敬师重道 古今的大德都教给我们 一分成经得一分利益 二分成经得二分利益 十分成经得十分利益 老师教学生 学生选择老师 这个都是缘分 现在学校不行了 老师对学生严格一些 那个要告状 老师还要受处罚 麻烦了 所以老师乐得不用教了 师道无 所以 凤事师长不容易做到 凤事师长里面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医教奉行 到哪里去找一个医教奉行的学生 找不到 所以你老师说 师之道合不容易 一个学生想求老师 可遇不可求 不容易求到一个真正善知识 真正好老师 要找一个学生 他跟我说 比学生求老师更难 这个我深深体会到 哪里去找一个这样老实的学生 现代的学生 程度越高越不听话 为什么呢? 他的妄想越多 成见越深 越不好教 基本道德观念写了之后 一般来说 受教育越高的是越麻烦 都是自以为是 狂妄 轻视了别人 今天报纸上 登英国新手上 只是高中程度 很值得人深深去反省 我们中国人常说 英雄不怕出身低 往往出身低的人欠虚 恭敬 念念当中我不如人 他才能够成就 别人不如我 就完了 我还会有成就吗? 还会有进步吗? 没有了 所以各位看下《花严经》 《善才53参》 你看下每一位善知识 那些都是大菩萨 《善才同志》 《善才同志》去参访 他将他自己所修学的法门 教给善才同志 教完之后 跟他说 无量无边 甚深发门 我只知道这些 我不如那些善知识 你去查一下 没有一个不是自己欠虚 尊敬别人 推崇别人 五十三个善知识 找不到一个傲慢的 连孔老夫子都说 假设这个人 他的才华 好像周公一样 如周公之才之味 周公是圣人 孔老夫子最佩服的 使嬌且论 嬌是傲慢 而且论识 假如他有这两点 夫子就说 其余不触观也议 那些都不用看了 为什么 统统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离记一开始 在最后 圣人就教 无不可掌 儒家说的是世间法 没有强调断烦怒 但是 人家复烦怒 不可以增长 佛家要出三界 决定要断烦怒 断烦怒 从哪里断起 决定要断烦怒 决定要断烦怒 所以佛法的修学 首先就是折磨你 将你那个嬌慢的杂气 折腹尽 然后才有资格学到 才有什么 心清静 对人才有恭敬心 才真正做到 自卑而专人 这个才能够承受 才成为一个法器 才能够接受 深深之法 深深之法 是如来平等成法 有一丝毫娇慢 佛不是不慈悲 不是不肯传授给你 传授给你没用 装不进去 这道传给你 那道流了 所以叫有流 流是什么 就是你烦怒 佛法一装进去 一会儿就流了 所以 首先一定要将见思烦怒断掉 见思烦怒断了之后 这个才是个法器 见思烦怒 诗画里面 探 称为 愚痴 慕慢 怀疑 探称痴慢疑 有一条 就不能够成就 不单止一般佛法 你不能够成就 念佛 都不能够往生 这个是真的 所以掩培法师选学生 他只要选老实 外外的 不要很聪明 初中毕业就可以了 不要太高 幾个人懂得 程度越高 越不听话 楊奉欣慰 表面上他跟你点头 背过头来 他搞他的 不能够成就 他说 这个程度越低 他越欠虚 为什么 他有自卑感 他总觉得处处不如人 能够发愤 能够向上 他能够接受老师指导 越是书读得多 见识又广的时候 供高我慢 那个不能够成就 想想 现代老师找学生 找不到 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 我说 往往希望很渺茫 这两句 是根本的根本 实在是不容易 你要问 怎样的老师 是一个真正好老师呢? 和各位说 他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心目当中 最仰慕的这个人 这个人 就是我的好老师 或者他的学问道德 不如另外的人 另外的那个人 我没有看得起他 我没有重视他 他仅然有学问道德 你跟他 你跟他也是枉然 为什么? 没有成经 换句话说 你在他的门下 什么也得不到 就是 不肯依教奉行 我们自己心目当中 最仰慕的这个老师 他所说的话 我们会百分之百地将他做到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因此 选择老师 各位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会选择了 你在这一生当中 多少总会有成就 这一生 决定不止于空过 亲近一个善知识 真正遇到老师了 如果同学当中 有磨擦 有意见 这个不是奉仕思想 为什么? 令思想操心 等于不孝顺思想 家里面 兄弟相聚人数更多 同学们相聚 往往超过家里面 兄弟的人数 怎样能够和睦相处呢? 在佛法争团里面 陆和经 陆和经要做不到 就不能够叫做奉仕思长 我们想一想 我们哪一个人 做到陆和经? 所以 从这个地方认真来世世思维 才知道往生不容易 但是 你真正要想超越三界 了生死 这一生完成佛道 你不走这一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我学佛 说实在话 我年轻的时候 喜欢读书 读得很多 要想将我说服 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那时候 我看佛教不如基督教 基督教不如回教 为什么呢? 我都接触过 佛教迷信嘛 怎么能够叫我们 深复口复啊? 所以从来就没有把佛教放在眼里面 不知道佛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到寺院里面来 看到这么多的神像 那个时候不知道 以为是神像 这个神一多了 叫泛神教、多神教 泛神教、多神教 是低级的宗教 比不上基督教 基督教只有一个神 唯一的真神 不复杂 这个佛教比不上他 没有人能够将这些事实真相 和我们说清楚 这样去信仰 这不是迷信是什么 我学佛 是方东美先生介绍的 我在民国42年 跟他学哲学 成梦方先生非常爱护 和我做了一个有系统的教导 从西洋哲学 讲到中国哲学 中国是从易经 一直讲到黄阳明的哲学 然后在第三个单元 讲到印度哲学 从印度部派 如期、素论 一直讲到佛经哲学 最后他跟我说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精华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我是听了他这样一介绍 原来佛教里面有这么好的东西 这个才一下明白了 明白之后 到寺院里面去借经书看 但是 那个时候 文国四十多年 台湾的经书非常缺乏 买不到 只有寺院里面 还有旧的藏经 我们渐渐和寺院的法师们熟悉了 藏经可以借出来看 好的东西 但是 我们自己手抄 还抄了不少本的经书 可见得那个时候得到一部经书 如获自保 不像现在得来那么容易 那个时候 求学非常辛苦 这个是提供同修们做个参考 不是自己心目当中最仰慕的老师 你对他说的东西是半信半疑 你不能够接受 所以最仰慕的老师 他跟我们说的 我们百分之百的信任 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 这是方老师引我入佛门 我入佛门 我入佛门 缘分实在说是非常非常地殊性 在大概一个几月的时候 认识了张家大师 以后在经典上 遇到一些困难问题 都是他的老人家指导我 那个时候 张家大师住清田街八号 我是每一个星期日 一定要到他那里去 他给我两个钟头的时间 我跟他三年 我的佛学基础 是张家大师奠定 所以施度 完全是一个敬字 以真诚心 清静心 恭敬心 去求学 要去求 去求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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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